現在荷蘭的疫情居然非常嚴重 居然要開始消禁 然後荷蘭的街頭有暴動了 其實荷蘭都沒有消禁過 荷蘭在去年都只有把酒吧學校關了 可是荷蘭在消禁 結果你看荷蘭不想消禁就這樣暴動 你看他們警察騎的馬非常非常帥氣 可是後面你看既然有人丟石頭 往警察這邊丟 所以說你看這狀況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所以荷蘭警方現在也不手下留情 直接就對著人鎮暴水珠就往人身上噴了 然後噴到很多人都頭破血流 因為被這個鎮暴 你看整個往後看 嚇死了 對 你看到頭破血流 因為真的太離譜又縱火 然後世界上他們還幹嘛呢 搶商店 你看他們還去砸商店 去馬路上各種搶商店 所以說才會導致說 今天荷蘭警察不得不下重手 因為荷蘭人其實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為什麼 因為在去年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其實也只有把酒吧 餐館 學校關掉 可是從來都沒有像這樣 直接小警從晚上9點到凌晨4點半 全部不能出來 所以你看荷蘭人氣到飽去砸商店 打砸商 基本上跟美國狀況一模一樣 所以也因為它這種越來越嚴重 才會導致荷蘭人警方下重手 然後重點來了 在這個時候 對於荷蘭還不是歐洲唯一國家丹麥 你看丹麥現在也在抗議 然後丹麥抗議狀況也是一樣 他們不想消禁 不想要離開 所以等等的 所以你看丹麥現在接頭也大規模抗議 可是歐洲人在防疫 其實坦白說讓很多人都不懂 原因是因為你看 現在疫苗慢慢再打 慢慢再打對不對 我們都會覺得說 這個時候打疫苗 用疫苗趕快去打我那麼嚴重 哥寶傑哥你知道巴黎接種9天 有幾個人接種 50個人接種 為什麼 大家都不去接種 然後你看它頭一天開打了 德國已經2萬多人了 義大利11萬人 英國快100萬 結果巴黎才50人接種 50人接種如果是衛福部部長 就出來罵人對不對 結果衛福部部長還出來 打疫苗不是跑白米 是馬拉松 大家慢慢來就可以 結果網友氣炸說 你知道這個速度 法國要接種5000年 才可以達到60人的集體免疫 所以馬克宏 招生技出來 把大家罵了一頓 結果荷蘭現在我們看 他的抗議狀況對不對 荷蘭也是一樣 荷蘭已經拿到疫苗 拿到疫苗我們台灣拿到 馬上就打 隔兩天就打 結果荷蘭竟然普隆公道 把這個疫苗放在冷凍庫 兩週之後才做首位施打的儀式 這兩週完全 人家說打幾萬例的 完全都沒打 所以他也被罵得要死 所以也難怪這個歐洲的防疫 真的我坦白說 真的有點少跟金的感覺